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是见裴洛西还是见其他的美国议员 哪一次没有硬要找台积电作陪呢 而连张忠谋都反对到美国去投资 如果背后没有一双手要推着台积电 台积电真的会去美国投资吗 会长怎么看 其实我们台湾去看美国 那当然基本上会有两种看法 一种像春琪老师讲 可能就觉得美国是帝国主义 那even我们不把美国当作帝国主义 我们把美国当作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来看 那他是不是真的会对我们比较好呢 其实这时候我们就面临两种可能性 第一个就是他是自由民主国家 所以他会追求自己国家 自己人民的最大的福祉 跟国家利益极大化 这是第一种可能性 第二种可能性就是 他也会去协助跟他的友邦 或者是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 去发展的更好 发展更好的自由民主 那到底是哪一种呢 我就讲一个故事 在美国建国初期的时候 第三任的总统叫John Adams 那那个时候呢 他就面临了一个抉择 那个抉择就是 因为美国独立建国的时候 是跟英国人打嘛 然后那个时候是法国人去帮美国人 对抗英国人 出钱出力 最后大家成功了之后 所以才会在纽约市盖的 有一个那个自由女神像 事实上是跟爱佩尔铁塔 是同样一个设计师的 所以那时候你可以看到 美国跟法国之间的关系 是多么的好是吧 然后后来就发生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时候 法国人就跑来跟美国讲 我们是追求自由民主的 所以你应该挺我们是吧 而且我们从前跟你那么好 我们还帮你跟英国人打仗 是吧 但是那时候美国的 主要的贸易对象是英国 那很自然 因为他从前跟英国殖民地 所以其实如果要追求 美国的最大利益的话 应该是要跟随英国的外交路线 而不是法国的外交路线 那英国的外交路线 就是那时候英国想要去扑灭 法国大革命 因为怕那个黄犬不稳嘛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那John Adams如何处理呢 杰伯逊 Thomas Jefferson 他的主张是我们应该要跟法国人民站在一起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自由民主价值等等的 John Adams觉得 我们应该去追求我们国家最大的利益 所以赶快去弥补我们跟英国人的关系 那最后是John Adams走 最后是走John Adams的路 那事实上 从历史上面上回去来看 的确John Adams当初选的这一条路 也是让美国后来可以继续发展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但是有没有因此使得美国失去了民主自由的价值呢 并没有啊 所以不要想说美国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他就一定会来帮我们 不见得 不会的 他还是追求他的最大利益 更何况说像是台积电 对不对 我们都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 台积电是用 他是我们的矽盾 那今天美国是大 是加那么大压力 让他去美国设厂等等 事实上是破坏了我们的矽盾 但是民进版的呢 要讲得很漂亮的话 事实上是在掩饰他的无能